教學希望 學校是非常好用的 也希望透過學校的利用 推廣到企業區 愛宏這邊 我們是提供人才 人才透過考證產出 推薦到企業區 同時我們這邊有很多的專家部門群 所以他們也可以跟學校的這些 不管是老師也好 或者說要做程學工作 可以做一些結尾 那給付是提供什麼 給付是提供資金跟品牌 那我們在上上禮拜 大概也邀請了十幾位老師 跟付這邊做了個溝通 我們有個部門那一塊 那付付這邊會有一 二十個品牌 要發展 要投資 共同去大陸 那付付這邊會投資它 所以它就奉了很多的品牌 可以跟學校也好 跟專家群做機會 包括開店的輔導 包括市場的教育 包括人才的推薦 設計 包括老師到品牌去幫忙做一些顧問工作 但是我們現在很困擾的是說 我們這些資源丟不下去 丟不下去 因為你丟到學校去 坦白講 學校是相對比較瘦散的組織 而且學校的行政的那個框架很多 所以我們就想到說 我們應該是丟到老師 有興趣的位置 有企圖心的老師 或是有危機意識的老師 那這個老師它其實就是要有一個創業的心態 或者是轉型的心態 從原來的老師來做轉型 它可以一方面先原來的教職 一方面多一些時間在做創業的工作 而這個創業的工作 它是屬於知識創業 那這個知識創業 它除了說對自己有成長 對他教學有幫助 另外對學校是一個交代 因為學校現在本來就鼓勵很多跟產業接觸 對學生也是正面人 那又可以滿足我們學校的育成中心的降低功能 那當然有些老師也稍微聊一下 是不是他有一些顧忌 那沒有關係 你當常進人 前面你可能有一個老闆 他是參加學校的育成中心 但是後面的操作可能是老師在做 那為什麼我們會提到這個 因為我們又追回來說 我們一直在談 我們現在的認證 我們希望授權到學校去做區域性的一種阻擋 但是我們談的合作絕對是學校或是系數 但是老師如果說你現在是系數的主任 可能明年就不是啦 那你全面就白忙了 就白忙了 學校又換一個行政老師或換一個主任 來做這個階級 那全面就白忙了 所以我們都希望說我們將來的授權 我們這裡有一些可以透過學校 透過老師去執行 包括考證的授權 我們現在已經有初級 有中級 有高級 那就是有學校老師去做區域性的操作 那這裡面當然就會有所謂的分配 有點像連鎖加盟的概念 那第二個像現在我們在推的產業學院產塑班 或者說像剛剛提到的榨邊計畫 這些都是要做學校跟產業的一個鏈接 那以我們連鎖加盟來看 連鎖加盟它是輻射性的 它是全身性的 它不是在工廠落在哪裡就哪裡 所以每一個連鎖企業 它要跟學校借貼 它都希望同時跟我們的學校 十個學校借貼 因為北中南 東 它都有電腰康 所以這個整個產業學院 或者說產塑班的需求 其實都是全面性的 那再來我剛才講說 我們跟品牌連鎖總部 跟集副成員的界尾 它有很多的案子是要委託 我們這個連鎖的執行 譬如說做市場調理 或者說它就是我 現在我有十個品牌 我明年要200個店長 一共搞定 從推薦到培訓 然後後面的輔導也要搞定 那它是要付錢的 他一個人 他可以付半個月一個月的薪水 來作為這個所謂的獵頭 或者說兩成的一個費用 他們是有別的預算的 不管是總部有別的預算 或者說這個起副成員有別的預算 那我們之前在談 大家都支持 都覺得OK 但是你真的進到執行面的時候 就變成很複雜 那要跟學校有勤與產學合作 那又要考慮到說老師的立場等等 所以就是不容易努力 不容易進入到執行面 所以其實我想剛剛那個 我們之前剛剛大概也溝通一下 連學院資本所提的 其實就是我們鼓勵 鼓勵老師出來創業 從哪裡創業 從學校創業 從學校的律程中心去成立一家公司 那我們將來的合作對象 是跟這個公司合作 就是跟老師合作 然後老師你再去搞定 你學校這邊的產學合作的這些 PayPal也好 有些是檯面上要交代的產學合作 那更多的是 就是我們的總部跟代理商 或者是加盟上的一個工作 那這裡面就會談到很多的 實力上的東西 執行的需求 那個是什麼的開發 獲利的來源和Pay 那我們覺得說 一個這樣的一個公司 在所有的創業裡面是成本最低的 我們在做很多聯手加盟 有老師來創業 還有開店 你開個店你就要50萬 100萬投掉 你的投資就投掉 你後面還要花你去管一些 你本來就不內行的事情 那你如果說是能夠在學校這邊來創業 你成立一個企業 用有限公司 或者說你可能 你成立一個創業的一個儲息 可能就是花幾萬塊而已 不到10萬塊 那後面你就會有固定的收入 因為委託你操作 你頂多是你自己的花的人力 或者你帶幾個學生來幫忙 那對學生來講是一個很好的實習的機會 也是一個很好學習的機會 所以我們怎麼想都覺得說 請老師在學校裡面去成立一個 育成中心裡面去成立一家企業 是一個我們連鎖 或者連鎖最好的一個實習的方式 所以我們希望都這個種子 這個種子 那後面我想除了一方面 介紹推薦這樣的一個理念之外 我們要把一些實際上操作裡面的東西 能夠落實 那最簡單的就是說 我們可能會模擬一份 你一年的經營計畫 跟你一年的經營的收入資源 我初期在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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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一年的收入 你應該會超出一百萬 這年一百萬怎麼出來的 一個是考證你的配合 一個是你們可以代理代銷 譬如說有一些教學的產品 教學的工具 包括等一下那個 楊貴這個介紹未來教室 你未來教室透過你的幫忙 那就會有學校會給的預算 或者說你這個區域 相關的企業或其他學校 都是你的管局 那再來就是像品牌總部 跟給付這邊的委託 委託執行費 那另外就是透過這個聯盟的機制 你更容易取得政府專案 政府專案或者說這些 像產業學院的執行計畫 那這裡面都會有收入 都被你們來產生 那重點還是說 你本身有這個企圖性 要去組織起來 在現在這種危機意識下 一方面的治保 一方面能夠增加自己的價值 我想代表我們這個 請林老師這邊所發想的 種子的概念 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我想這個大家也可以教一下 教一下